在社交英雄转里面 有一个让广大读者跟网友们津津乐道的事情 就是郭靖一直千金 获得了白富美黄荣的故事 一个傻小子找了个聪明漂亮老婆的故事顿时广为流传 其实上这个不完全是这个事情的本质 郭靖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吃亏 反而写传 这个让人赞叹的故事 是从衣着华丽 看似富二代的郭靖 偶遇衣衫蓝绿 看似小叫花的黄荣开始的 事实郭靖并不是富二代 他的妈妈李平只是一个普通人家 郭靖当时看上去衣着光鲜 全靠成吉斯汗赏他的雕球 其实郭靖本身家底并不富有 郭靖看到了可怜的黄荣 因为抢了人家一个馒头就要挨走 于是好心帮黄荣把馒头钱给了 其实一个正常人的好心 到这里结束也就可以了 不过郭靖显然并不是普通的好心人 他在完全以为黄荣只是一个 普通的小乞丐的情况下 像一个富二代一样 请了黄荣吃了许许多多昂贵的美食 更像一个败家子一样丢弃了不少食物 突ön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